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只要你相信耶穌基督 無論你是長者、小孩、前輩、寧童 都可以歸主 你的生命將會過得更豐盛 你先跟旁邊說 信耶穌你的生命更豐盛 今天為了回應龍玉星弟兄 我就化身為偵探的羊 去尋找真相 這幾天我上市團上班 穿了這件衣服的時候 我們人生熱線的主管沈師傅說 朱全道 你最近做偵探嗎 我想一想 今天我們都要做偵探 我們化身成一個偵探團隊 找一找一個真相 所以今天我們的主題叫 靈童歸主 真相 大白 我們先用一隻手 遮一遮你自己的眼 然後看看前面 英文遮探 叫做什麼 Cover 我們一起說 Cover 其實這個世界 當我們看很多東西的時候 原來有些東西是被Cover 我們一起拿這個Cover 一起說 Discover Discover Cover 本來就是遮探你 令你看不到全部的真相 但是當上帝的光 要來光照我們每一個的時候 他很希望拿走這個Cover 讓你可以發現世上的真相 今天我們的這位靈童 他有一個BB樣子 這個Baby face 但是剛才我發現他的時候 我以為聽龍玉星這個名字 我一直找 我以為是不是這一邊的長者朋友 或者另一位 原來我就Discover了 原來上帝很奇妙 不單是創造你 有一把這麼漂亮的聲音 龍玉星弟兄 也有一個這麼親和力 這麼好的Baby face 但是心裡 他是有一個成熟的靈命 這些都是主的恩典 我再次Discover更多 如果待會大家想發現更多 Thomas 龍玉星弟兄 很願意跟我們講更多 他信仰的經歷 或者上帝他身上奇妙的作為 但是我們今天 回到聖經裡面 和我們短短的訊息 一起思想一個真相 曾經有個人 就拍了一幅相 就看到這樣 就說威廉王子 就舉了一個這樣的手指 他在這邊這個角度一拍 就說他做了一個不雅的動作 後來另一個相機 在另一邊拍 就發現原來他舉了三隻手指 那是什麼意思呢 他就原來告訴傳媒 我生第三個小朋友 他很開心 但是另一個角度看 因為人家只用一個角度看 就說我知道所有東西 就加了一個標題 就說他是不是做粗口手勢 今天我們都會這樣的 以偏概存 很多人我們不了解真相的時候 用一個角度 就以為我們看到全部 但是今天我們透過創天造地的主 我想跟大家一起發現三個真相 我們就好像偵探一樣 發現無論透過聖經 透過剛才龍玉聲弟兄的分享 我們一起學習三個真相 第一個真相 假神是人造的 真神是造人的 很多時候我們會說 信仰的東西 信則有 不信則無 究竟是不是這樣的呢 是不是你以為有 就會存在的呢 是不是真的不信 那樣東西就沒有的呢 有些人就說 沒有什麼真假的 滿天神佛 你信哪一樣東西 沒有什麼所謂 究竟是不是這樣的呢 對於我們基督徒 我們認識這個真理 我們會覺得 我們會告訴你 不是的 這個世上 有一位最大的創造主 這位的創造主 和人手所造的偶像 是不同的 所以有什麼不同呢 假神是人構想 或者做出來去供奉 但是真神 他必定是獨一 並且創造天地萬有 這篇詩篇115 4章11節 我們看看假神是怎樣的 他們的偶像是金的 銀的是人手所造的 有口卻不能言 有眼卻不能看 有耳卻不能聽 有鼻卻不能聞 有手卻不能摸 有腳卻不能走 有喉嚨也不能出聲 做他的要和他一樣 凡靠他的 也是如此 在詩篇 當詩人這樣寫的時候 其實他描述了一個情況 我不知道你小時候有沒有這樣問過 因為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家人都是民間信仰 通常在家裡會供奉神位 或者祖先 我有時都會問我媽媽 你擺這些食物 其實他的神像是否能吃到 很有趣的 通常擺在那裡是我們吃的 不是他吃的 試過吃完 我就擺回橙皮擺在那裡 這樣也試過 為何擺在那裡 他又萎縮又沒有吃到 這裡聖經也說了一件事 人做了很多他認為的神明出來 有金做的銀做的人手所做 但他描述了一件事 這個神不是活著的神 這些神像是有口不能言 有眼不能看 有耳朵都聽不到 放了橙皮擺在那裡 他都吃不到 甚至乎我亦都問過一些朋友 拜某一些神明 偶像 警隊也會拜他 有些黑社會團體也拜他 兩邊的人很尊敬他的忠義 但其實那個人是怎樣的 那個人其實是一個人 你看看《三國志》 《三國演義》裡面 都有記載這位很多人 供奉的一位偶像 其實他自己也沒有想著要被人拜 他自己也沒有想著要做神 人可能只不過尊敬他的忠、孝、仁、義 但是人卻是提升到一個太過高的水平 認為他與神同等 但是在這裡說 即使你供奉了這個像 這個像 卻是不能夠似我們生命 反之真神是怎樣的呢 真神不是被人做出來的 真神是一定先過你和我的 如果這位是真的神 正如你爸爸 是否大過你的 有沒有人爸爸是比你小的 請舉手 你爸爸一定比你大 那我想問 你爺爺是否比你爸爸大 一定是 那我想問 創造天地的神 是否應該比所有東西大 他是眾人之父 他不是人造出來的 如果有一個神像是只不過公元三百年才被人造出來的 或者是某個人才能造出來的 那個都不是創始成終的神 所以剛才有人說 我拜書吳空這樣算 或者這個叫諸八戒這樣算 大家知不知道 書吳空的諸八戒是哪裡來的 大家有沒有看過西遊記 西遊記的作者是誰 吳成恩 大家有沒有看過 他其實是一個想像的小說 他是一個諷刺的小說 有人說他是諷刺的官員 我們就當時寫了小說 後來 人們就看到 嘩 孫悟空有百變 或者諸八戒 我們就供奉他 用人手做了一個像 然後開始投放自己的思想 甚至金錢 希望祈求他 給我一些我欲望想喝求的東西 其實這些都是假神 而人造 不如我們讀多一次這八個字 好嗎 假神是人造 真神是造人 你有沒有想像過這個漫畫 或者小說的人物 竟然變成神 如果跟你說今天 五十年之後有人拜 拜誰 西方不是有一個很有名的小說 有人告訴你 我現在開始拜哈里波特 和佛地摩 我供奉了哈里波特和佛地摩 還有哈里波特和佛地摩 你會不會覺得很可笑 你今天會覺得很可笑 但可能二百年後 真的有人擺一個佛地摩 和哈里波特和佛地摩 佛地摩 佛地摩 求你給我些什麼 我現在請橙給你吃 給魚豬給你吃 你會覺得這個邏輯很奇怪 但今天我們竟然有人認為 沒有問題 我們拜孫悟空 諸八戒 或者這些人手所造的像 我說這番話 並沒有對其他人的選擇 或者信仰不敬 只不過我真心去分享一個邏輯 就是假神是人造的 但願神光照你 讓你去分辨 哪些是真神 真的神 如果是真的話 祂不是人 你可以想像出來 創造出來 而是祂要讓你 啟示你 讓你去認識祂 所以有句說話說 You have to understand under Go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God 你要站在神的下面 祈求祂的啟示 打開祂的話語 我去謙卑的心 才可以認識這位 創造天地的真神 今天送給你第一個真相 就是真神是創造你那位 假神是人手所造 希望破除我們一些迷信 龍六星弟兄已經說了 他就發現 以前在妙語裡面 假神給不到一份真平安 唯有這個真神教祂如何做人 教祂如何謙卑 今天我們跟祂相處 了解祂的時候 祂用這些愛心時間 我相信不是出自祂的 是去認識耶穌基督之後 祂的生命有轉變 真神創造祂 真神也要去尋找你 請你跟隔壁說 真神要來尋找你 第二個真相 我們這個偵探團隊 一起來發現一下 靈界 為基督是主宰 剛才第二個真相 我們透過龍玉星弟兄 發現這個世界 不只是有現實眼見的世界 而是有看不見的世界 誰認為這個世界是有看得見的世界 大家都有 但誰相信有看不見的世界 沒有舉手信不信 看不見的世界 靈界的世界 究竟存不存在呢 我們屯木 陳博士曾經用過這段經文 講到一個很重要的真相 我們先讀一讀這段經文 因為萬有都是靠它做的 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到的不能看到的 是有為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 一蓋都是藉著他做的、又是為他做的 他是萬有之先、萬有也靠他而立 沒錯,這裏其實歌頌一位創天造地的上主 這位是耶穌基督 這位耶穌基督愛子反映了那位不能漢見的上帝的形象 他說到他是一切被造而善 但下面說到這個世上所有的事都是靠他做 並且形容到這個世界有一些能漢見的 不能漢見的 今天我們見到能漢見的包括你的手、看旁邊的人 你的肉體、物質的世界 剛才我們這位靈童龍玉星的弟兄說他有陰陽眼 我有興趣問他信了耶穌基督 還沒有見到一些什麼東西 有機會跟他談 不能漢見的就是靈界亦是存在的 亦都說到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 弟兄姊妹 靈界是真實存在的 在聖經裡面記載 神就是靈 但我們看不到他 很多人就說 我看不到上帝 因為看不到 如果有的話 你彈他出來 我就相信 我小時候這樣問過 沒有上帝的 如果有的話 就同一聲就出來 神有沒有來過給我們看他 有還是沒有 什麼時候 神創造天地的時候 已經將他的永能和神聖 明明可知地透過創造之物 可以讓我們曉得 叫人無可推諉 羅馬書這樣說 但是神愛人愛到一個地步 他猜派他的獨生愛子 耶穌基督來到世上 做一次 讓世人看到 他是怎樣的樣色 神就願意來到世上 讓你去認識他 你想像就像螞蟻一樣 這裡有些螞蟻 這裡沒有的 你想像有些螞蟻 我跟螞蟻說 螞蟻 螞蟻 你好嗎 他會怎樣 他都會理會你的傻 或者他只是聽到一些震動 我不能跟他溝通 或者他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但是如果我愛螞蟻到一個地步 我化身成那位螞蟻 進去就說 我其實是在影音士團做傳導的 螞蟻 過來這邊 認識他 認識哪個哪個 我用螞蟻畫的話 他就能夠跟我溝通 這是一個比喻 神如果他在天上 跟你講講他的光 都殘得你看不到他 神如果在天上 你只以為是行雷 是閃電 恐懼 你都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但神願意謙卑到一個地步 愛你愛到一個地步 他願意經歷你所經歷的 並且去承擔你所困難的 甚至乎代替你所做錯的 你的罪惡 你與神的紅溝 他都代替 他來到做一次人 告訴你 很愛你 唯有基督教說這個道理 並且很合理 神可以成為人 但人不可以成為神 但神有這樣的能力 我想問你 神成為人容易 還是人成為神容易 你想想 你想想這個邏輯 哪個東西容易 誰說神做人是容易的 誰說人變成神是容易的 誰說人變成神是容易的 當然是神變成人是容易的 因為神是有大的能力 他可以變成人 道成肉身 來到你的當中 他行走過人一次 所以這位耶穌基督 他來到 就要讓你明白 無論是靈界的 無論是一切的 他是主宰 他告訴你 他要拯救罪人的道理 今天我們很多人覺得 看到的東西才是真的 但我想跟大家說 看不見的更重要 請和左右的人說 看不見的更重要 很多東西是看得到的 例如吃的東西是看得到的 但我想問 溫暖是否看得到的 溫暖是看不到的 那種一家人吃飯的溫暖 是一種感受 我想問 有些東西是看得到的 例如你的樣貌是否漂亮 你有沒有化妝看得到的 我想問 品格靈魂這些東西 看得到的 但有沒有存在的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是看不到的 但更重要的 你樣貌會衰老 要靠化妝之類 但是你品格愛心 這些是真實的存在 我想問 肉體是看得到的 但你相信有靈魂 你相信有神的聖靈 我相信有神的 我相信有神的 聖經也說 你雖然看不到 但風隨著意思吹 你好像看不到它 但你透過這個風 你就知道有存在 聖靈也是這樣 今天我相信 聖靈也要敲你的心門 透過龍玉星弟兄的見證 透過聖經的話語 告訴你 這個世界不僅是今天你看到的 並且是有永生的 今天在這個世上 當你接受主耶穌 你的生命就好像龍玉星弟兄一樣 他開始有微妙的改變 他以前覺得重要的東西 今天我看不到 但我的價值觀改變了 以前我會覺得 我透過成計作這個妙祝 得到一些東西 不知道你有否這樣掙扎過 可能得到家族的認同 甚至得到某一些安全感 或者金錢 你知不知道在《使徒行傳》19章 曾經有一群的弟兄姊妹 她信了耶穌之後 你看回聖經 她知道這是真神 她雖然看不到這個真神 但她經歷到這個聖靈 是真實的 原來這個才是創天造地的神 她改變了 你知不知道他們做甚麼 他們把很多書丟出來 那些是甚麼書來的 是《行邪術》的書 《使徒行傳》19章 你可以看回看 在眾人面燒了那些書 價值多少錢 五萬兩銀 有些學者說 當時一兩銀 大概是一天的工資 即是五萬日的工資 即是多少 我當是一百元一天才算 一百元不是太多 即是多少 五百萬 全部都燒掉 這是價錢 但他們看不見的是甚麼 他們看到我要燒掉 因為看得更高的價值 原來天賦才是真實的 我今天氣假歸真 看得真實的東西 以前的東西都可以放下 今天龍玉星弟兄 他來到分享的時候 他都讓我們看到 靈界是存在的 他看到靈界的事物 但今天 你留意他不怕 他不會說 今天看到甚麼 他沒有這樣說 他看到的是耶穌基督 我們給他掌聲 你留意他 因為他來到也見證了一件事 耶穌基督是他的主宰 他也有一個長遠的目光 他相信耶穌基督也要拯救他的家族 剛才我在台下跟他聊天 我說你們粵劇中人 很多都會拜一位先師 他們的偶像 然後我說 當你相信耶穌 和你施工信耶穌 有沒有很大的壓力 你知道他怎麼說嗎 他說是有的 因為我們就很怪 好像怪物一樣 人家開氣的時候 我們在旁邊就祈禱 然後我就問你怎樣面對 不過他就說 他說他看到一個長遠的價值 他說今天可能沒有那麼多人信耶穌 但我相信今天的受苦是值得的 有一天他們會信主 我亦都盼望他有一天認識這個真理 他有一個看不見的更重要 他看到靈界的存在 但他看到耶穌基督 是無論他家的主宰 無論甚至有一天 我們為他們祈禱 這間廟會不會有一天變成教會 我們都祈禱 有一天如果是主 就是這樣做的時候 很奇妙的神色就會出現 但是那一天是怎樣 我們未看到 但我們看到一個真相 耶穌基督是我們生命的主宰 他就能夠扭轉一個人的內心 扭轉你的命運 第三個真相我們一起來發現 魔鬼是真的存在的 是一個墮落的天使 魔鬼來是偷騙殺腸 但耶穌是像封聖之良 耶穌封聖又像給他的羊 耶穌也是封聖之槍 我們用來順口的說 但是有人這樣形容 上帝關了扇門 會為你開一扇槍 但我們要透過哪一扇槍去看這個世界 基督徒會提醒你 若你透過耶穌基督 你看的東西會不同 透過耶穌基督 你的生命才真正有扭轉性的改變 龍肉星弟兄 以往 我看他的見證或今天的分享都說 以前他都是拜 不同的東西 其實在不同的信仰裏面 很多時候他們要做足所有的步驟 甚至做漏了一個 糟糕 我今天是不是做漏了一些東西 有些人相信星座 水晶之類 哎呀 我今天放在這裡 哎呀 是不是我擺歪了 所以今天的運情不好 你問這些朋友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 其實他是一種恐懼 做漏了一些東西 我們基督徒祈禱會不會說 哎呀 我期留了兩句 神是不是立刻罰我 我們不會這麼想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認識天父是慈愛的 是信實的 是什麼 是你做罪人的時候 他已經愛你 聖經說 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 耶穌基督已經為我們死 去愛我們愛到底 負上這個代價 是什麼時候 是你們還作罪人的時候 是什麼意思 即是我都不認識他的時候 我都拜其他神的時候 我偷騙拐騙的時候 我講粗口的時候 我罵老婆的時候 我心裏面在想壞事的時候 我還作罪人的時候 耶穌說我愛你 這個神不是跟你交換 是你愛他 認識他先 他已經愛你 這個神不是你選他 是你選選他之先 他已經先選選你 今天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 耶穌來要做的事和撒旦來做的事是不同的 假神或者撒旦要做的事是怎樣的呢 是要偷 要騙 要殺 要搶 要偷什麼呢 偷了你的一個安全感 我們說平安是一個極大的安全感 他只要偷了你這份平安 你覺得要做很多事才有一個順暢的人生 但信耶穌不是 就有平安 福樂伴隨你 好嗎 也接受這份平安 但撒旦要做什麼呢 要騙 在一個創世紀第一章已經說了 撒旦就要騙你 離開這個上帝 他就告訴你 這個神是這麼說嗎 這個神真的這麼好嗎 他要你質疑他的動機 他甚至要你離開他的話語 靠自己 不要靠神 撒旦在創世紀的時候 我們去看的時候 他也是騙的 到今天也是一樣 騙你 告訴你 不要回去真神 靠自己 做些事 或者添一些錢 做些什麼 靠紀力 但是基督教說給我們聽的 不是靠立功之法 不是你用一些的錢 或者一些的儀式 就能夠取悅神明 唯有靠著什麼 神的恩典 但這個恩典你可以做什麼 我們一起張開雙手 好嗎 你可以做這件事 就是freely receive 白白的接受 就是好像今天我給你一份禮物 你可以怎樣 我們再來 我們就可以張開雙手 領受這份禮物 今天哪一個已經領受了這份禮物的 基督徒可不可以舉手 你領受了這份禮物 是不是給一些掌聲 這些基督徒 我想問一下 你身邊有誰是未領受這份禮物的新朋友 又幫我舉舉他的時候 你舉你的的時候 他在你旁邊的 有沒有 我看到有些 待會你準備要接受這份禮物 你幫我跟新朋友說 你要準備接受禮物 好嗎 你幫我跟他說 身邊的 你要準備接受禮物 這裏說 我們不要找假神 別神代替耶和華的仇虎必見家神 今天我們要回去真神裏面 因為假神來的 魔鬼撒旦來的 是要偷東西 是要殺害 是要毀壞我們的生命 但是耶穌基督 我來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 並且得的更豐盛 今天耶穌基督要將新的生命 賜給我們當中的每一位願意接受他的人 他說不單止給你生命 就像龍玉星弟兄一樣 他今天是一個願意分享的生命 他今天是一個平安的生命 他今天是能夠渴望與人和好的生命 並且一個謙卑的態度 今天耶穌基督也要讓我們得著新的生命 當你去接受他 信耶穌那一刻 你就有一個永生的開始 不單止你在地上 就像龍玉星所說 你將會過得不平凡 更豐盛 生命可以經歷上帝很多的神跡 以下下來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小弟創作的福音樂曲 我本身不是學粵劇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個故事 話說在我22歲的時候 很多年前 我當時也沒有聽過粵曲 但是靈界是真實的 當耶穌基督去呼召我做傳道的時候 我就不想做 但是我靈裡面感受到 我一直抗拒 抗拒了幾個月 直到有一晚我跪下祈禱 我說天父 如果你真的要呼召我 我也願意 不過你給我一點信心 我堅固我 你知道那晚發生什麼事嗎 那晚在一晚中12點開始到第二早的6點 我沒有睡覺 半小時起床一次就寫一首歌 半小時一次寫一首歌 其中一首就寫了一首類似福音樂曲的調子 然後寫完整個福音出來 當時22歲 我剛才也分享給前輩 龍玉星弟已經聽過我叫他指點指點 這首歌還有特別 影音使團 阿Keef 就是我們的音樂事工部 他兩天前幫我們做了音樂 他本身是學西樂的 他是年輕人 不如我們先感受一下 這首歌是天父所持 你留意一下 是福音訊息 但願你以心接受上帝的恩惠 這個靈界是真實的 今天真神要找你 當中未認識他 未接受這份禮物的朋友 你準備吧 我們先聽聽這首歌 天上的愛是無限 我從見了一點一樂園 慈榮生於你 我願人管理並相親相愛 但我始祖阿當去犯罪為 天命 並是今歌自取了滅亡 佳人叫眾 他毫無敬畏 叫百字千宣佳壽年 余我主今永革又無福氣 最結三筆訣 但我救主此恩更願遙思祭 永靜臨 永靜之愛只蛇身下半塵 永靜臨 永靜之愛 永靜之愛 執食物活好 命活回天上 若此不殘現在這世上全 天上的爱是无限爱 叫万泊仓声的远传 自温生于你我并无惧怕 最债金得赦 我愿你今天以心接受神恩惠 共享福音救恩与自由 愿你今天以心接受神恩惠 共享福音救恩与自由 班门弄虎完全不入流 但是我相信是主的恩典 透过这个小小的见证 告诉我们真神是做人的 假神是人造的 如果你今天要回去一个信仰里面 你跟加利港 当然是找个真的 跟加利港 当然是找个真的 再跟加利港 真的是耶稣基督 要找耶稣基督 因为撒旦尼偷骗杀 拿走我们的平安 拿走我们的喜乐 耶稣基督尼是真正的生命 封胜之枪 让我们找到一个新的天地 看到不同的世界 人与人的关系能够和解 与家人与朋友等等的和好 我自己信主的时候 都是家族里面的第一个基督徒 但信主之后 我和家人的关系也和好 以前我都是用粗口 跟家人对话 但是之后我就用爱 神给我的爱 家人就能够和解 今天我想去邀请当中的朋友 你听到真实的灵界的事实 灵旁都能够归主 何况是你呢 我想和大家和他祷告 和他暂立 发出两个呼吁 第一个是基督徒 另一个是给未信主的朋友 我们合上双眼 在这个时候我想发出两个呼吁 第一个呼吁是给我们当中 已经接受了这份礼物 即是基督徒的朋友 今天你听到龙育星弟兄的见证 也听到珠全道的分享 看到圣经的话语 你知道灵界是真实 你知道今天我们要去 慰着看不见的天国奔跑 让我们的生命愿意再次奉献 如果有一群基督徒 你听了龙育星的见证 听到我们今天的信息 你也有感动 你说主我愿意从今再次立志 做福音的使者 无论在我的崗位 在我的家庭 去努力传福音 不再只看到可见的事 不再为眼见的事奔跑 不是名利 今前而是为着福音而活 我愿意做福音使者 为主你作战 有这样的人 请你去举手 我想为你祝福 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 你说我愿意 今天去努力以福音为我的首要任务 去全阳主 纳照去全阳主 我看到很感谢主 你继续坚定的举手 请你在座位自己都开声为你去祷告 将你的生命奉献给主 求主使用你 这个呼吁不是叫你去做一个传道 而在你的生活里面作福音的使者 请你开声祈祷 我想为你祝福 我想为你祝福 我们低头 请他坚定的举手 我为你祝福 亲爱的天父 你看到这些举起的手 或者这些未举起的手 这些弟兄姊妹 他们纳志 听了隆弟兄的见证 听到神你的话语的时候 知道真神是做人的时候 我们但愿他传扬你的真理 让人快快得着这个福音 得着这个丰盛的生命 他们的纳志 在他的工作上 在他的家庭上 他们现在愿意做一个福音的使者 天父求你赐他们的力量 让他们坚定这个使命 让福音成为他们的首要任务 让他们的人生改变过来 成为有使命的人 愿你去兴起这些精兵 让他们在各区各城市 成为你美好的见证 将多人归向主你的面前 让你的名字得着荣耀 愿你去赐福这些弟兄姊妹 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 阿门 给掌声这些弟兄姊妹 但愿你去作福音的使者 但愿你将福音带给你的家人 第二个的邀请 我很想的邀请 你今天未在公开的场合 接触耶稣基督的朋友 我想跟你说 接触 耶稣是享受 而且你要把握机会 把握机会是什么 在世的时候 你见到这个真理的时候 你就要在你还可以作决定的时候 快快去接受耶稣 当我跟长者传福音的时候 我跟他说 这个神是真的 你去接受他 就回去天父爸爸的怀抱 请问有没有这样的未信的朋友 或者你身边的人可以鼓励他 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 你可不可以轻轻地张开你的手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新朋友有没有 或者你带他出来 我可以为他祈祷 有没有这样的新朋友 你愿意今天接受这个祷告吗 好 我们给掌声这个朋友 给掌声 我们为你祈祷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一位 好 我们一起为他祈祷 好吗 我们一起跟我一句 你一句 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 我一句 你一句去接受 我们跟他开声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爱我 我们相信 真神做人 假神人做 亲爱的耶稣基督 今天我愿意接受你 尽到我的心里 带领我 去跟从你 我承认我是个罪人 我承认我是个罪人 需要你的拯救 愿你赐福给我 赐福给我的家 让我行走永生的道路 跟随你走每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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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带领 奉主名求 奉主名求 一起说 阿门 愿对以上内容有感动 请透过以下方法奉献支持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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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 阿门 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